最近这一段时间 娱乐圈到资本圈都出现了大地震 从吴亦凡进去之后就没停过 这两天对于娱乐圈资本圈的强力整治 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首先是阿里被强力整治 996被高法直接判定为严重违法 饭圈娘炮文化被整治 郑爽被重罚 高晓松全网封杀 赵薇全网封杀 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情况来看 还有一些消息 咱们结合起来分析发现 这帮人背后除了资本以外 竟然还和境外势力相勾结 甚至还参与涉毒以及洗钱的行为 就高晓松和赵薇这两个人来看 都和阿里系的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赵薇和马云还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外网有些坏种带节奏 说回到60年前了 西方国家的媒体对于这些事 也是把节奏给拉满了 从他们气急败坏的语气看 咱们又做对一件大事 毕竟培养出来这么多年的暗装 一口气全都被拔掉了 我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来说 那绝对拍手较好 这再一次展示了我们的制度优越性 在国外资本家控制政府 在中国政府必须控制资本家 从赵薇没有任何消息情况被全网封杀 结果境外势力和敌对势力直接急了眼了 小燕子不见了 村里的狗全都慌了 大家好 我是磊哥 要说赵薇这个人 黑料那是真心多 而且从这些年赵薇的外表来看 也是变化非常大 现在是一脸的横丝肉 正所谓相由心生 我这里简单给大家罗列一下他的黑料 首先就是疑似逼死万维网的负责人 吴乐水 还将其妻万会送到了精神病院 然后就是知名的穿日本军旗拍照时间 还有用台独分子跟辱华分子拍戏 事后坚决不换人 并且还发布合照 弃那些网友 之后还利用资本封杀鱼情 在节目上开玩笑 还说自己杀过人 他还面见过希拉里 疑似给希拉里提供过竞选资金 与阿里和马云关系密切 股市里割韭菜 给股民制造巨大的损失 而且还不予赔偿 一次与深圳前市长许宗恒关系密切 而且在许落马之后 和他的司机黄有龙结婚了 另外他和京圈的那些资本大佬关系密切 还有就是被爆出赵薇一次还耻耳过毒品 这些事拿任何一个出来深挖都够老底坐穿的 前一阵出事被封杀的张哲瀚 也是赵薇公司推出来的流量明星 就从上面这些事就可以看得出来 赵薇和台湾日本的一些势力都有关系 这里面我特地拿出来当年的一件事 让大家看看资本不受控制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这事发生在2016年 赵薇当时要拍一个电影 演员表里赫然出现了台独分子代理人 当时网友和各路大号纷纷留言要求他换掉台独分子 结果赵薇不但毫不理会还放出和台独分子的合影 挑衅网友之后网友们直接就怒了 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抵制这群人 赵薇直接威胁要把网友们一个一个都送上法庭 多狂啊 紧接着网友开始系统性的扒皮赵薇和相关的演员 挖出很多的黑料 这些内容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疯传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所有赵薇的负面报道只要出现在微博 马上就被删除 网友和媒体们发多少他就删多少 当时所有人都震惊了 因为大家都忽然意识到资本的力量竟然可以如此强大 网民的声音再多再大 他不让你说话你根本就发不出来 紧接着网友在人民网环球网等大官媒下面冲评论区 赵薇的团队开始反击 在各大网站进行正面宣传 全力压制负面报道 各大网站都出现了水军出来洗地 网友这边也加大力度扩散这个事情 这时候赵薇背后的阿里还有益基金等资本开始浮出水面了 相关文章报道全部被删除 大量的网友在各平台被删号封号 媒体门户网站全部都闭嘴了 没有一家港报道这件事情 百度搜索也屏蔽了这件事 网友一下从台面就掉到地底下了 只能在微信群跟Q群里抱团讨论对策 大家都说资本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们竟然可以控制舆论到这种程度 当时有人发长文说资本控制舆论 人家想干什么都可以网上能发出来的东西都是人家默许之后才能发出来的 他们不同意的东西就可以封杀掉你 完全没有人能看见 然后网友们就联想到了 如果这种情况延伸到政治上 比如说西方的选举制度 前面推出来的人都是人家后边资本内定的 其他人你想参与根本就没门 后来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一篇文章 上面明确就写道 如果资本被境外势力控制 那就是亡国的先兆 结果这篇文章竟然也被删除了 网友们是真的震惊了 连团中央的微博他都敢删 这完全颠覆了很多人 以为互联网舆论是党控制了这个错误的认知 连团中央都被灭了 可想而知网络舆论早就被资本牢牢的控制住了 之后中央的微博紫光阁也发了一个微博说 不要再删我的帖子了 欺负新人吗 如此的卑微啊 之后各路媒体一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开始不再冲中央的微博了 但是整个舆论依然被资本控制 大量的水军配合资本 还有各路公知进行抹黑 之后新浪发出来一篇报道 被爱国绑架的除了赵薇还有谁 这篇文章直接把赵薇事件扭曲成了网络暴民 借爱国之名绑架明星 紧接着各路网络媒体公知大V全都跟进了 疯狂给网民扣帽子 说是红卫兵 这件事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变成了网民对资本控制舆论的反抗 赵薇和背后的资本也发现舆论有点压不住 之后台独分子姓戴的就出来道歉 各路明星出来还说他千千君子 但是各路公知大V依然带节奏 依然是给网友扣帽子 记着姓袁的那货也是用这种帽子扣的 之后几年赵薇出了这么多的事也没怎么样 但是这次从网信办再到杭州当地官员撸下来一大串 之后就是严厉打击资本对社会舆论的绑架 终于让广大网友看到了希望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资本力量一直和政府以及民众进行较量 如果政府也被资本给摆平了 那民众就真的是完蛋了 后果不堪设想啊 前几年的互联网爱国贼论甚嚣尘尚 想这个论谁他妈说的 只要你支持国家支持政府就给你扣帽子 说你红卫兵并且批评你嘲笑你 现在回头想想这背后是否有资本对媒体进行引导 不过幸好有我党坚决和人民一起剿灭祸国乱国的邪恶资本 才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谁才是这国家的主人 在中国你资本再牛逼 你是龙你他妈给我盘着 是虎给我握着 管你以前什么马爸爸 现在在人民面前给我跪正了喊爸爸 这两年我党一直在向最顽固的既得利益开刀 从房地产再到教育再到资本再到娱乐圈 真的是让我看到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样一个始终被了广大人民的扶植努力的政党 不支持他你支持谁呢 这条片子 现在已经发现了 都在除了齐老梦 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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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